大家好我是微仔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本期呢我给大家带来2025最新开的饭 电脑 windows 端和安卓单使用教程 非常适合小白 科学上网分享标 b2n和glash的融合版 安全稳定机场用户的福音 支持所有设备圈平台可用 支持大部分常用协议 看之前呢先向大家打个广告啊 这三个机场 和我深度合作啊给了我几百张这个 七折八折的优惠券 只需要在购版的时候 输入微仔这两个字母 这些字母啊微载出入进行就可以打七折 和八折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 还得翻的教程 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还得饭的下载地址 全平台 还得饭是支持全平台的 这个是下载地址啊 我会把这些连接放在视频简介和提论区 这个是体验版我们往下拉 看到正式版啊 然后我们下这里的啊 我们需要下两个 am64的这个点击下载啊 这个am64的是安卓端的安卓端的 一般下载安卓端一般就下载这个啊 如果am64 你下载的不能使用就下载其他的这两个单 这几个版本看看能不能用啊 一般都是第一个 windows 端的话我下载的是便携式的是这个啊 就是下载下来就是一个压缩包解压缩就能使用这是便携式的 这两个都下载一下了啊 我已经下载完成了 就在这里解压缩之后就是这么个软件啊 这么这么一个文件夹打开之后 双致运行还得算啊 我已经打开了啊 我正在用啊 这个打开之后呢啥也没有 里面是一片空白啊 你需要点击这个配置选项里啊 配置选项里面有一个支联DNS 你可以 改啊 这个支联DNS很重要啊 有些订阅它是需要你修改的 这个默议是223.5.5.5 223.5.5 如果你那个订阅 机场的订阅连接更新不成功 你就改成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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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再试一下啊 今天呢我还是依然是要我这个 永久免费稳定节点电报频道里面的节点给大家来演示啊 都在这个电报频道里面我已经 复制过来了是最新的啊最新的呢 一天的节点 首先呢我们复制一下这些节点信息啊然后直接点击这里的加号 右上角加号然后从前天板增加 然后点击连接 这里显示链接的话这个节点就可以使用了点击这里代理是可以看到你有多少节点几个节点啊 然后点击这里是测试延迟啊 这个是自动连的啊你也可以选择啊选择连哪一个比如说我要选择这个节点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一般都是自动的自动的是最坏里 然后呢这里还可以检测ip地址这个是美国的国企是美国的点一下可以看到他的ip 这个是美国的ip 这连上之后呢其实就可以看谷歌和youtube了啊 然后是需要注意点的是这个是 仅仅系统代理系统代理的话是 默认是系统代理系统代理的话就是相当于f2n的绕过大路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来查一下这个就是国内ip走国内的网站国外ip 走国啊国外ip1048还有走国外的网站啊 youtube是可以 直接点点连上就可以用了非常简单的啊傻瓜式操作只要粘贴订阅就可以点上了 这个还得饭非常适合小白啊 然后来讲解其他的模式 紧带里的话是全局模式相当于f2n的全局模式 然后vpn呢 一般没啥用啊 tpn的相当于那个tm模式啊 相当于f2n的tm模式 tm模式呢就是电脑里所有的流量都从这个还得范里这个软件走啊 一般也不怎么用到 一般用到的都是这个系统代理啊直接默认的这个系统代理就是 到过大陆啊 好这是第1种啊第1种 增加的方式直接 复制粘贴啊 直接复制粘贴节点还有第2种啊这个是classy的订阅啊 这个是我刚刚用这个classy订阅转换这个网址转换过来的 就用上面的节点直接转换过来的啊 这个已经变成了classy的订阅了 我还是一样点加号从减天版增加 然后点击连接啊 这样的话又连上了 这个也没问题啊 这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个 肥兔瑞的订阅啊 这个 肥兔瑞是真的很好使啊 节点可以粘贴 肥兔瑞和 class的订阅直接复制粘贴 他也能连上都可以连上这个是 这个是 肥兔瑞的啊这个是 代谢生成肥兔瑞订阅连接的 按照这个教程来你们也可以生成这个肥兔瑞的订阅连接啊 非常ok啊 都可以访问谷歌这三种啊 看到了这一种第1种这个是直接复制节点粘贴的第2种是classy的订阅 这个是 肥兔瑞的订阅啊好了 我们来测试这个安卓段 现在我们打开雷电模拟器啊这个雷电模拟器呢就相当于一台安装手机啊然后打开这个还得饭刚刚安装的还得饭 点开来 这个分入分析的无所谓点击开始啊 然后我们还是依照语言来的一起来吧 手机单和电脑单一样的地方都一样这个 这个是节点直接粘贴啊 这个也不需要修改啊这个这里也一样的这个vpn 到这个手机里面vpn就是那个了就是那个绕过大陆了啊 手机和电脑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这里如果支联DNS点不通你可以改成114.14.114.114 现在已经可以访问了啊 啊有头能打开的啊 然后忘记说了这个有有的机场的节点是需要在这种以连接开代理的情况下更新的跟你这个修改这里的这个DNS修改也修改也连不上啊有些机场就是要翻墙才能更新订阅像这样已经连上了能翻墙了 像这种美国节点就要想个美国节点已经连上了已经翻墙了然后你再更新这个机场的订阅操作呢就是这个操作啊我到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复制一下啊 开代理的情况下点击这个加号总点击把增加 这个是classy的吧是classy的 这是classy的订阅啊 我来刷新一下 也是能打了我们关闭啊 最后一个 我还是在这个 已连接的 情况下来更新啊 好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他的饭是真的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的啊 好的 短期教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asmg 这咯